期間高雄市一間餘宴裡頭的美食店員工 竟然有人沒戴口罩 民眾見狀相當的生氣 認為會造成防疫的破口 立刻是拿出了手機拍下 上網公文控訴 而對此院方也發出了聲明 表示一切將遵守防疫規定 在未來會更加嚴格控管 就是這一幕 讓劉小姐看了真的好氣好氣 疫情期間醫院餐廳員工 竟然沒戴口罩就上工 非常非常的不佳 上門去醫院從頭到尾 一下子痛到東西 我們就用酒精噴在噴去保護自己 那像他這種做法 請問我們怎麼保護 於是到醫院沒時間買便當 沒想到說好的一起防堵疫情 怎麼餐飲業者自己先破了戒 沒戴口罩 然後笑得很開心 那拿著我的便當在那邊裝彩 那時候我就拿手機拍下 然後那個女生轉過來看到 就趕快戴起來 照片PO網引來上百則 留言討論不少人都覺得 不管有沒有疫情 餐飲業戴上口罩是基本常規 也有人幫忙打圓場 表示少數個人行為 真的會害到很多守規矩的人 這樣不頭當 就本來這樣就不可以了 也是要他掛口罩 這太誇張了 吃的東西 你每時間你還在哪裡 引發爭議院方第一時間發聲明澄清 證明員工當時拉下口罩 是要準備洗手吃飯 造成誤會聲感抱歉 而針對員工將會加強教育 避免類似情形再度發生 影響民眾觀感 記者純篇純章純敏告差不多 到 到 感谢观看